鄭忠基與李燦心靠打機聯誼 前晚鄭忠基與蘇麗珊 齊齊威點呼呼動擔任嘉賓 鄭忠基表示現在通常都是玩賽車遊戲 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聯誼方法 因為可以跟很難見面的朋友 例如芯仔、李燦心連線聊天 在賽車遊戲 鄭忠基就興奮到趕不停後 還和大家分享了一件打機趣事 有時真的沒辦法 死不肯算輸的 再來一次 有時賽車賽到有些朋友 正常看著他拍的車過去 看到賽幾圈都不見 車輪說他睡了 又或者他醉了 至於問到他會找一對子女 一起玩賽車遊戲 他就覺得他們年紀更小 暫時不希望他們接觸電玩 因為他們現在看iPad 已經開始減少他們 一個星期之後看一次 對 那打機就 遲些先吧 遲些先吧